真的屌 30億 齁 我覺得 如果台灣 再多幾個這樣的人 台灣國防的威力 真的會越來越強 30億可以買多少飛碳啊 30億可以把 他其中一個城市 瘦歪了 我也想捐一點 我想捐個100萬 結果呢 民間單位 不得直接捐助軍隊 我建議這個民進黨政府 應該開放一個兔頭 給我們 發生的這種事情嘛 讓我們人民 想要對國家付出一點心力的 至少有一個專款 一個專用的 我是很佩服 我今天剛剛有人講 那我也是很佩服 聯電的董事長嘛 榮譽董事長 喔 你真的是厲害 你真的是屌 阿館很少說人屌的 不過 說實在話 曹董事長 你很屌 台灣人謝謝你 喔 這個阿館謝謝你 喔 真的屌 30億 齁 我覺得 如果台灣 再多幾個這樣的人 台灣國防的威力 真的會越來越強 如果這些企業家 大家都跟 曹新城 喔 曹先生一樣 我相信 台灣的國軍 應該會更強 阿公應該會不敢給他 台灣真的需要這麼多人 這麼多錢 需要 更多的武器 更多的飛彈 喔 跟 來跟對岸的這些解放軍 這些 蠢B 喔 這些 大陸的這個領導者 跟他講 你射我 我就射你 30億可以買多少飛碳阿 30億可以把 他其中一個城市 射歪了 我今天 聽到這個新聞 我也是很感動 所以我馬上 我馬上 打電話給我們認識的 民進黨的 人說 我想捐一點 我想捐個100萬 結果呢 民間單位 不得直接捐助軍隊 我又卡在那啦 又要轉來轉去 想給麻煩 然後我就問說 曹新城董事長 他說 他是不是 直接 把錢 捐進去 他不是直接給國軍 捐30億啦 他是要 用很多 拿30億 用一個反共 反共 一個 類似一個 反共的一個財團法人 那這個反共的財團法人 裡面有 情資收集 武器 什麼中科院 他可能捐一些 專款專用 可能 這個情資 可能這個 駭客攻擊 可能這個 網路 這個攻擊 他要成立一個 反共 在台灣成立一個 反共的一個 政治 財團法人的一個協會 然後專款來 設置他的一些 反共的機構 譬如講說 培養一些台灣的駭客 換我們去 組黨嘛 工程師 或是說一些 中科院 研究武器的經費 我才知道 原來不是直接捐 我建議這個 民進黨政府 應該開放一個 兔頭 給我們 發生了這種事情嘛 讓我們人民 想要對國家付出一點心力的 至少有一個 專款 一個專用的 譬如講說 國防部啊 還是說中科院啊 還是說研究什麼東西的 給我們去捐一下 或是說直接表明的 熊山飛彈 天購法案 哈哈 是不是 歡迎全民捐獻 對不對